可能就是繼續打 然後如果打不出一個神奇 就也不知道可以幹嘛 然後就很煩惱這件事 從現在結論放鬆的時候 最大的夢想是 希望能夠挑戰美國職棒 我從小到現在也是 在這一個路上也是堅持了很多年 然後挑戰自己從小的夢想 再放手一個維持 就算失敗了 至少我覺得沒有遺憾 在體育班六年的高中 高中過三年 然後發現都有一項問題 就是大家都是只講練球 然後功課就完全不想哭 就蠻容易受到影響 假如之後不打球 真的是不知道要幹嘛 就自己還沒有去設定自己夢想的學校 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那時候就找JESH幫忙 就幫忙找學校 然後帶我去給教練看 然後英文方便 英文方便 幫助很大 我習慣是比較傳統的 教一些考試技巧比較多 就是實現於課本上面的一些指示 這樣 對我來看 就是快要想要放棄這樣 然後我這邊的目標 多元不一樣 教一些我有興趣的一些東西 所以跟我分享一些校園 美國校園的生活 然後還有一些美國運動的文化 看美劇啊 然後用電話 然後用英文聊天 這些都是我蠻有興趣的 所以在讀英文的時候 會要自動自發 不像是被逼迫的 都這樣 都是第一次 所以不太清楚這些過程 要怎麼去注意 內容蠻多的 然後在這其中 也有一些不懂 然後不確定的地方 也是恐怖的幫忙蠻多的 在棒球這一路上面 也打了很多年 體驗到了一些 沒有打過棒球的人 體驗過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些 是我人生很寶貴的實驗 像是他隊友的工作啊 然後對一件事情的執著 我覺得就是 在未來人生道路上面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算 最後沒有打過我的夢想 我在這條路上 可能就學到很多 不同於別人 學習到的東西 對